大家好,我是Chi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英超第十二輪有李斯特成主場對車路士 這場賽事我們M Plus會有現場直播 李斯特成近況比較差 再加上近三次交手車路士全部落敗 所以今仗李斯特成真的沒有資本反彈 也說回李斯特成 之前依靠保拿諾迪和尖美華迪的出色發揮 接連擊敗班尼茂夫和修咸頓 已經是他們今季聯賽至今最光彩的時候 其餘九輪的聯賽他們是和四場輸五場 現在十一輪打完了 他們有10分排積分榜中下位置 雖然佐敦阿休和尖美華迪近期狀態不錯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防守 最近四仗失球數都是高居不下 每場都是先失球的一面 而賽季至今他們昆場的失球數是1.91球 真的反映到他們防守做得比較差 更加不利的是六次對賽 李斯特成都輸了五場 目前處於三連敗 其中包括今年英竹總盃半準決賽2比4被淘汰 另外今季李斯特成的主場表現也是欠佳 五個聯賽主場只贏得一場和兩場輸兩場得五分 所以有見及此今仗面對車路士真的沒什麼運行 人腳方面前鋒發塔湖和柏神達卡都因各種原因要缺陣 另一面 車路士人滿為患 可以排出三套陣容 但經歷了三個月的磨合 他們的陣容厚度可以令所有球隊都羡慕 可以用兩套陣容應對國內外的賽事 冒協聯方面 他們聯賽階段頭三場比賽全部獲勝 包括4比2贏珍特 4比1贏彭雅典奈高斯 和8比0贏洛亞 不僅強勢積分榜上帶頭 還是唯一一支入球數超過15球的球隊 英超方面 他們總算是熬過之前的魔鬼賽程 從9月28日至剛剛結束的國際比賽日期間 他們所面對的對手都非常強 在這個情況下馬利斯卡大隊取勝兩場 獲三場輸一場取得理想戰績 而11輪聯賽車路士亦都以5勝4和2負 19分力壓阿仙奈 製身前三甲 可以說車路士已經回到豪門的行列 除了新賽季首輪 面對曼城時沒有球入 近10輪英超車路士都有入球 高爾彭馬入7球 職神入6球 馬道基入4球 已拍到尼圖上將面對 阿仙奈亦都順利打開了加盟新球會的首個聯賽入球 留意今季各項賽事裡 車路士陣中入球數最多的並不是高爾彭馬 而是離坤古入10球 總結來說 進攻多點開花 今輪車路士值得信賴 陣容方面後 威利斯詹士和科芬娜等球員因各種原因要缺陣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由於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 籃球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 我們下載M直播 我們下載M直播